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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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在它的交互层面 和它响应时间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安卓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那这辆车可能在未来也需要继续去更新 来改进这些使用的不足 同时我们在动力层面呢 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加速 我们能看到它的加速性能是很快的 比如说0到60公里 它可能只需要4秒左右的时间 作为一台电动车 无论你在油门踩到四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的手 其实你都能比较明显地感到它的动力都在往前进 而作为第一台的原型车 我们看到这台车基本实现了我们这个 对一辆小型SUV的一个基本的期许 同时在这个制动操作系统上 也平滑地过渡了我们手机层面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我们知道小凤汽车现在已经迭代了三个版本 在未来的第四版本 也许在明年或者在后年 能看到它们的这个基本小批量量产车之中 那我们或许能看到未来小凤汽车的真实的样貌 但是在这台原型车上 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 我们认为小凤汽车未来还是值得我们细许的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极客之选小凤汽车 那么在未来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极公园 关注极客之选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酷更炫的这种意见